《世家歌之大夢想家》 Hello 大家好 我是啤梨 賢文輝 我是教主 陳禮善 逢星期六 應該說隔個星期六就會有教主 我給你逢星期六都在 無論你是在聽三機 又或者你在看這條片都好 多謝你們 好 我就很興奮每個星期六就來和你聊天 自己有時都搜集資料 又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又是在你那裏學到一些東西 教主這樣說 我立即要躲起來 不是的 我經常說你接觸的人多 你是一個字典來的 教主 不要繞圈了 我有些事情都要請教你 大家就看到誰是教主 誰是一粒啤梨 我真的想請教你這一集 講講關於一些 因為我自己是養寵物的 我未有小朋友 但我身邊有很多朋友他們都有小朋友 養寵物和有小朋友的家裏裝修設計 是否有些甚麼特別呢 我就是一家之主 一家之主就是小朋友 小朋友就是有小朋友之外 又有些寵物 寵物有不同類型的寵物 其實這個是社會學現象 一個社會上不生小朋友 其實都要有一個問題 要正視 在某些教別 更加可能會譴責 沒有傳宗接待這件事 所以我們不講宗教 我這個教主不是講宗教 我們用一些知識層面 以及一些理論 去解釋一下這件事 我們首先要知道小朋友的 我都為了這個行業 我都特意去讀了幼兒教育 又讀了這個兒童心理學 還有小朋友的視覺藝術 這件事是關於裝修設計有關的 其實是這樣的 我都叫做一位神功二位弟子 最重要就是為我的一家之主 某年某月某月 有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如果我覺得我要獎勵自己 或者獎勵一份禮物給自己 我就很努力去讀書 學了很多有關小朋友的認知 友誼教育各方面 我還故意為了小朋友 我那時忽發其想 還簽了迪士尼的代理 回來給我們公司 就是小朋友的家具設計 是嗎 那時我都必須要對這方面的認知 要認識才可以持續做到這件事 是否要知道 究竟真正小朋友是需要些甚麼 才設計他們需要的東西 沒錯 譬如說 小朋友由不同的年齡 長大也有不同的發展 由他嬰兒出生 由他嬰兒出生 由他嬰兒長大 我當他年輕階段 到15歲之前 15歲之後那些不講字 我們由小朋友 他大小肌肉 嬰兒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就是訓練他的大小肌肉 還有第一件事 應該是他對肛的敏感 肛 是的 小朋友 小一點點的時候 對一些刺激性的肛 會比較敏感一點 很多時候 這個時間 就紅紅綠綠 為什麼那麼多 迪士尼裡面的卡通人物 都會很彩色 得得B 又是彩綠色 其實他有一些 彩音 一些frequency 是對小朋友的發展 特別是幫助的 所以那些小朋友的 那些床 那些椅子 彩色繽紛 是有原因的 這個就是我們所講的裡面的一個命題 叫做環境學習法 環境學習法裡面的其中第一點 是說的是刺激性 刺激性就是 譬如我們Color 顏色已經叫刺激 刺激有觸覺的刺激 以及眼部的刺激 我們第一步就是 說的是眼睛 通常在很小的BB的時候 顏色特別鮮豔 來去刺激他的視覺的發展 視覺之餘 有其他的 其他的臭覺 觸覺 全部都可以用刺激性來 令到這個環境學習法 令到小朋友一路 很健康成長 除了那個顏色 可能在裝修的時候 加入這些元素 除了顏色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東西 要特別的 有 譬如第二個 他在說控制 就是控制 第二個他的學習法 就是控制 控制就是 在小時候 不是你作主 我控制你 我控制你 我給你一個難 我給你一個安全的護難 你沒有No say 因為你太小了 我控制你 這些是應該這段階段 就是家長或設計師應該要用的時間 你不要讓一個嬰兒有一個自由 不要誤解我的意思 爬來爬去一定可以的 你不要綁住他 我們所控制加護欄 加一些軟墊 因為你不可以期望他可以控制到自己 在這個時間你用控制法 就是其中另外第二點的設計 我們要說 在這個時間 我們當作一個principle 或者一個階段 你不是第二個用控制性 控制性 我不怪之 如果你說設計 當然是 裝修方面比較漂亮 但有時見到朋友家裡 一生一個小朋友之後 嘩 家裡我真的以為他是養馬 還是那麼多一個欄 裡面有很多東西 但有一點時間 如果你沒有去多些認知的時間 那就糟了 變成過份控制 那份控制會發生什麼事 你就做了一個限制了他的活動 剛才說過的大小肌肉是非常重要的 他要拿東西摸東西 或者扔東西 扔東西是要預測距離的 即是他扔一些東西 原因是甚麼 他想知道距離有多少 為什麼那麼喜歡躲貓貓 原來是預測距離嗎 他扔一些東西出去 他要知道自己那件東西有多少 硬不硬 咬 全部這些東西 是他的感觸覺裡面要發生的東西 有些東西遮蓋他 很漂亮 其實很刺激 已經做到他在他人生的BB生裡面 已經是一件很刺激的很開心的 你這樣就可以笑了 大人又笑 小孩子又笑 果然是有這方面的很專業的知識 原來扔東西是這樣的 但有小朋友的家長 經常我的朋友跟我說 電視又爛了 被小朋友拿一個二往一 其實這些你理解了之後 你就會覺得不正常的 不正常是大人而已 不是小朋友的 再加上有些不正常的大人又怎樣呢 哇 控制得很好 我過份控制你 我就鎖住你 這裡又不准上 很簡單 摸架床 很簡單摸架床這個形容 其實叫做組合床 很多時候都不讓他在上面睡 怕他跌下來 怕他跌下來 但是也不阻止他爬樓梯 其實你不要小看這個動作的重要性 因為人的成功 除了他的腦袋之外 就是因為有手腳 要不然我們就被人吃 不是我們去吃人 不是吃人家 我們去吃 如果你不是吃素 你都會吃動物 例如鴨雞鵝 但其實你如果小肌肉 大肌肉不行 你就會令到你的發展 是比其他小朋友慢了 所以某程度上 某一些上床落床的動作 都是對他們有分別 沒錯 每一次危機 他都能做到平衡 我們在設計學裏面 有八個元素 八個元素 八個元素 八個原則 八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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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十六個件事 我都沒有提過安全 這個字 是 只不過是一些平衡 emphasize 或者是點線面 或者是價值 或者是比例 整個東西 我都不記得很多 第二次 沒有提過安全 但是麻煩你在這些基礎裏面 是要做成一個安全出來 很多東西要分享 我們待會回來繼續說 我們繼續說控制 其實是必須要控制的 尤其是一些安全 剛才說的安全 都沒有教過我們要怎樣做 你一定要融匯貫通 有些 rule number run 就一定不可以跟它反駁 或者跟它反對 譬如有些槍花 小朋友就槍花 有很多人都弄貓網 這些就是為了小朋友的安全 因為真的不能輕視它 尤其是令到這個小朋友 你知道 有些你的設計 是你以為它不能去到那裡 但是實在 它是用任何一個可能性都會發生 不確定性大的時候 它是可以去到那裡 大家都看到很多新聞 很多無謂的悲劇 踩到一塊東西 有一塊箱被踩上去 沒錯 我們是否做這個行業的從業員 我們是否要跟客戶去對行 你說不做雙花 我都說你想清楚 他說不做 我一會兒都說你想清楚 他現在都說不做 真的不做 我反過來說不行 我們應該要我們的堅持 我也考慮了很久 因為我覺得 我家裡有一隻小孩 我考慮了很久 整不整那個槍花 我終於整了 其實我是很貪靈的 家裡的所有東西 但是我放棄了 我覺得安全力很重要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 這樣的防止去跳出去 沒錯 其實這個就關於可達性 我們Richard Paul 就是你達到那件事 其實我們設計一些東西 我們要知道 它可達性的 譬如它是不可以可達這個位置 我們就要知道 但是我們反過來 我們用可達性這個字 可以令到一個設計更加好的 譬如小朋友爬來爬去 它都是要去可達性 令它大小肌肉發展 有時有人問過我 哎呀 弄傷了手 夾傷了手 現在怎麼辦 我說糟了 現在你是回不了頭 因為你就抹殺了這個小朋友 他跳了級的階段 他是完全所有的危險 痛什麼都沒有 那就糟了 這樣就是 有時跌跌碰碰 當然 希望不是大意外 沒錯 都是一個成長 是嗎 是的 都是一個成長 還有人是永遠在經驗之中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你沒有經驗 你的經驗就告訴了你 你應該要怎樣去面對未來 我有一個小小的分享 你講這個話題 令我記起 我曾經去過雲南 山區 我剛剛去完了 我不是山區 我是山區那裏做探訪 由城市上去坐八顆中車 總之那裏就很落後 地下是那些泥林地 有一班那些很窮的小朋友 在我旁邊 就是我拿一些物資給他們 他們沒有穿鞋 沒有穿襪 他們行動自如 好像跑得很快 跳來跳去 我走每一步路 又滑 又踩到一坨坨的那裏 我走得很順盡 之後回來扶著我 我那一刻覺得 我來幫你們 現在你們幫我怎樣走這段路 他們就是在這些地方的生存 令到他們不穿鞋也不痛 做得很開心 沒錯 其實腳板底的反射作用很多 嬰兒初生嬰兒 某個天生反應 超過半年之內 是有這些反應的 一過了就沒有了 譬如我們掃嬰兒的左邊右邊的腳側 腳趾會一隻一隻一起動 如果有初生嬰兒可以試試 都挺好玩的 不會傷害的 因為我想說什麼呢 原來我們腳板底的觸感是很多 剛才你剛剛說的這個例子就是這樣 如果很多時候 有很多嬰兒子 你帶他去海灘 你試試 你一放下去 他馬上會抽起腳 很特別的 這個一放在草 他都會抽起腳 就是因為你 沒有被他碰過任何其他東西 一出生就穿了一個襪子 連碰都沒有碰 這個是普通反應 但其實他碰是 抽起腳是正常的 因為他沒有接觸過 剛才剛才說 答到一個問題 他跑來跑去 很厲害 他的平衡力高 他的反應快 比我們的任何 甚至乎我們所說的 核心肌肉 在肉裏的核心肌肉 是被人強 他將來的可塑性是很大的 他做運動員 亦是比任何強 由天生走出來 經常都這樣說 沒有散的孩子 跑得最快 最精彩的 但如果在這個設計方面 如果當我有個小朋友 我要裝修 那我應該有很多保護給他 還是可以一些很特別的 到差不多一刻又可以拆走 對,恰到好處 我上幾集提過人生八階 人生有八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 Trust and Mistrust 就是信任不得信任 因為他會對一樣的信任 不信任的時候 不是你說他 除非你是爸爸媽媽 都未必一定信任 因為他的經驗 是告訴他 他信不信任 你拆不拆走他 所以你再看多看Alison的八個階段 看看你又會發覺到何時拆走他 而是這些東西 完全可以提供到他的設計上 剛才說了可達性 還有可索性 可索性就是 原來一個設計裡面 是令到他有很大的可索性 這個時間是塗鴉的時間 我剛才不是學過視覺藝術 小朋友要學視覺藝術 我們學視覺藝術的時間 去塗鴉畫東西的時候 是他在摸索世界 他經過這個圖畫階段 如果沒有了這個圖畫階段 他的感知能力又比其他人便宜 比較弱了一點 IQ EQ 應該是IQ 其實IQ的累積 其中的感知也要計算下去 難怪有些人生了小朋友的家 畫到花這棵牆 但有些人又弄一塊黑板 畫不太好 沒錯 這個就是可索性 可索性就是你不要想自用自己大人認識的東西 而去框死了小朋友 他在過程畫的時候 麻煩你也要用心學一下 這個圖畫是甚麼 你感受不到的 可能你真的感受不到 但當你感受到你很開心 阿仔你這個圖畫是想畫一棵樹嗎 這棵樹有很多葉 很漂亮 它的綠色是很漂亮 很淺和有很深的錄也有齊 其實我們就是要這樣給一個評語 令到小朋友在這個過程之中 他慢慢吸收你的語言 他慢慢一天一日長大 這些真是心理學 真的是兒童心理學的東西 是呀 做教主學多些東西 即是教主 你的客人都會有時跟你說 我要設計一間屋給小朋友 除了剛才你說關於一些安全性 或者一些叫做規限性的東西 還有些甚麼會設計到 其實他剛才還有幾點 不過好像講書那次又不是講 我繼續講下去 他好像他的事情是可持續發展是好的 譬如我們 阿餅扔了這麼多錢 可以拆這麼一點又加這麼一點 那個圍欄拆了又可以長一點 活動空間又多一點 其實這些是最初設計時可以預定出來的 又譬如你一路改這件事 我們都叫做可持續發展 我們有一些現成的東西 大家可以 剛才講的安全不是即時安全 是長期安全的 坐得不好也叫不安全 現在就很幸福的 小朋友有些學習椅子 又可以環保 省錢 又零需 未必一歲 可以去到十歲都可以用的 有些升降的桌椅 椅子的高低 其實有很多專門店都賣這些 我不是廣告 不過我覺得有些地方 好像在太子大廈 有一間都是我們的同行 他賣這些東西 他對安全的演繹 你會聽他的解釋也值得 現在真是幸福了很多 以前未發明這個升降桌 升降椅 我們就用人去遷就那件 死物 現在的死物就遷就我們人的成長 真的健康很多 所以可能稍後可以再說說高低對那個光 因為小朋友一邊長大的時間 可能他要讀書要寫東西 的光線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回來要開始說一下燈 其實現在小朋友 大家有沒有覺得有另一個社會的現象 就是近似的 很厲害很厲害 現在機不離手 是啊 好像現在每一個人的眼睛看東西 蒙蒙的都好像很正常 我教授那時候教我 就說機儘量拖延 拖延到最後給小朋友玩 其實我也很成功 七歲拖延到七歲 其實他無他 其實不用說很角力 我在這裡 其中一樣 我覺得感受到我讀這個書的重要性 其實平時聊天 他說你這樣把機器收起來 讓小朋友知道這個手機是重要的 久而久之他會覺得這件事是重要 他就會覺得態度不同 直至到我盡量拖延 其實他真的叫盡量拖延一些電子產品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如果希望 希望你未過這個階段 當時當日我拖延到七歲 但是我給他的原因 就覺得他太過落後 我自己都過不了那關 因為他要繼續跟別人社交 我只見到一個景象 我覺得也挺深酸的 因為大家一群小朋友坐在這裡 他不准玩 他側側的頭望著人 不玩這一下 我反而過不了自己做爸爸的感覺 最後我就決定了給他玩 因為這個原因 不知道是遺傳 或者是其他原因 未必一定是遺傳 眼睛經過這麼多年 尤其是電子書、打機 其中發生了一件 就是打機的原因 令到眼睛的健康 剛才講的 長期的安全感 眼睛都是安全感 他跳得很厲害 近時一直上升得很厲害 我用盡很多方法 不過都OK 現在就停下來 我們當然不講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講回長期的健康 燈光是很重要的 其中很多時候說是藍光 我們要防藍光 其實我們在太陽裡面 都有藍光 要防藍光 第一樣 第二樣是閃光 閃光對我們的眼睛 小朋友眼睛 大人都是 因為遊戲機就是閃光 接著環境的 色溫 色溫來去 光的光度 是否平均 譬如我們現在打到這個位置 一本書一半是黑 一半是不黑 直接是在害小朋友 所以有很多市面上的護目燈出現 或者你當作是一個產品的灼頭 但是其實我們不講它 互不互目的時間 就是大家要源自幾樣的燈光效果 令到小朋友讀書的安全 會增強或者減低視力的退化 即是說在這個家裡的設計方面 為了安全的設定 那些燈飾 裝修都要想過度過 沒錯 現在可以提出一個概念 就是剛才所說的環境的學察法 之中的第三樣 就是叫做 Behavior Setting 是叫做行為設定 類似這樣 其實很簡單 一會兒就不會走到書桌 那張感應燈自己著 是啊 那它就感覺到 我設定了你的行為 它會自己著 一來是安全的 這個在書桌的運用裡面 那些護目燈 盡量 就矮個eye level一點 矮個其實就沒有人說的 是我說的 大家覺得是對的 就試一下用 不要直接看對著眼睛 那已經減低了一些閃光 其實人的眼睛接受的次數 看到它的閃光是一秒鐘三十次 但是現在很多燈都一秒鐘超過一百次 其實它是在閃光的 但是我們看不到 它是勁了還是什麼 極快了 快了 當它們快了看不到的時候 你以為有沒有閃光 所以後來很多LED燈 代替了一些閃光 即是盡量閃少一點 對你的眼睛是好一點的 LED是閃少一點的 是不是比較好 數據上是 數據上是 都不是我說的 明白 你要記住 真是教主最喜歡 拿這些書分享給大家 記住它在閃光的時候 你還在eye level 低一點的時間 就算反射燈光 對桌子再閃上來的傷害也是少了 所以對於小朋友 即是一有小朋友的時候 家裡就不可以太有情調 很暗的了 說起程調 我們的光度 對 不可以太暗 因為我們在說什麼4000K 很多市面上 你真是被設計師激死的 我跟你用4000K 其實它自己認識 又不告訴客戶 其實很多客戶也不知道 設計師說4000就4000 但4000是最接近日光的 沒有說日光是最好 但我們與生俱來 對峙的就是日光 所以大家在用4000K的光度 或者我具體說 剛才說的很好情調 100K就是一支蠟燭 一支蠟燭就是100K 大概7000K就是對我們的藍天 看上去一個雲都沒有 那就是7000K 去到太陽光直望 已經超過萬 很多個萬計 那是萬以上 所以拿了這個尺度去計算 如果我們能夠保持到 息溫 剛才說的息溫不是強度 息溫就是蠟燭就是100K 很暗很黃 很黃光或者是紅光 去到南光的時間 就去到7000K 那我們拿中間的4000K 就是最接近日光燈 就比較中中融融 對,就五白五黃的時間 我在家很喜歡黃燈 但有時候黃燈對於 如果做事來說 譬如可能開電腦 看書要寫文件 法國也不行 也要考量 是呀 有時候也要調整 因為每個人的生活習慣不同 我說誰是最好的 只不過是最適合你 而是最舒服 不過就不要爭吵 我喜歡閃光 或者我喜歡藍光 那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如果藍光都說明是不好的 現在真的 是不是要避免藍色的東西 好像有些人用紫色燈 普通也有藍光的 我們在出街已經有藍光 所以我們的眼鏡很多時候要貴一點 我不知道 我也有的 我也配 真的沒有順者 眼睛的保護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能夠不可回索 眼睛就叫做 還有教主是否認為 一間屋的設計 當然有小朋友 更加要考慮更加多因素 燈光是很影響所有東西的感覺 沒錯 例如燈光的設定 令到整間屋的氣氛不同了 你也可以用了多種功能的控制開關 那些可以叫做娛樂也可以 也是氣氛燈 有些公司贏就贏在燈光 玩燈光 有些公司真的很有名做燈光的設計 我們也很努力 我很喜歡的 我很喜歡燈光 我家裡 有人經常說 我中文名叫葉文輝 但他們就說我是李登輝 我去孩子家裡有這麼多燈 燈燈燈燈燈 很多燈燈燈燈燈 怎麼轉去轉去 什麼自行家居變色 看電影有一個Mode 看電視有一個Mode 我很喜歡玩這些東西 因為我不懂裝手 燈可以安定 燈都可以拉得上的Behaviour setting 原来有些东西回来,你已经习惯了 令你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习惯 舒服还是舒服的 接下来,除了这个之外 再多一个就是操作方向 操作方向很简单 你做了一件事,我们叫做有赞赏或者正增强 例如你做了,我会赞你的 那你就会勤继续做 小朋友应该要做这些 我们用一个很简单,大家都深入淺出 用了classical conditioning,就是古典制药 一有狗仔来吃东西,就敲一敲钟 我想很多读心理学的同学,大家都知道 没有读心理学,大家都知道 一敲钟,九二九支之后 狗仔一听到敲钟,他会流口水 这就是我们叫做操作制药 操作的方向,就是我们能够用了这些概念 去做一个小朋友的设计 真的有些小朋友是因为这样读书 但是不是说大家不要 我自己不是怪兽家长 但是我没有留言 这个真的跟我不应该说的问题 很违避的,很难说的 我看到教主是这样违避的 很难说的,是不是这个怪兽家长 你交给我,我帮你回避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待会再说 教主,我想拿回一些时间 不如说说宠物 因为我有一个宠物 我没有为我的宠物去设计家 但是你有这么多不同的客户 你有没有试过帮客户设计 有些特别为宠物而设计的装修 有的,一做完又再做生意 因为狗仔一拿回去就咬爛了 其实我自己真的不是很懂 不过也是在跟客户的互动之中 都学到一些东西 是不是客户通常告诉你 他需要些什么 其实不是客户需要些什么 是客户的小朋友的狗狗猫猫需要些什么 因为狗狗猫猫都有很多不同的性格 亦有不同的持续时间 举个例子 譬如说小狗的发牙的时候 咬的一定会咬的 我们在做的家具设计 或者装修设计 我们更加要令到它没有那么容易咬到 或者在这个阶段做些保护 等它大了一点 你叫它咬也不咬 有东西吃还咬 我记得我去过有些朋友的家 他有养猫 他弄一道小门 让猫猫出入他的房间 是的 就是大人门 成人门 就是这样的 但是下面有个洞 随时可以撞开 是的 其实反过来也是 这个猫猫小朋友 他自己有动线 他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还有作息时间也会有 开心一点 就是他可以不要管死了 他周围走的方向 那猫其实是一个好心学问 我都建议大家多看一些 paper 或者看多一些资料 在我读中博士 我都看过一段 叫做Cat is liquid 猫是水 我觉得在里面我都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这家猫的市场真的不少 是的 在当中之中 原来 其实我们再说回不是客户的需要 是要你猫仔的性格是怎么样 而是大家讨论多一点才开始设计 不是千必一律家 当你对猫的认知多了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喜欢躲在你的按摩椅后面 那些很危险 按摩 电动按摩椅 而他那里暖暖的 躲在车里面 如果突然间 按摩椅很大力的 可能向后夾到他 没错 这些就是安全 所以当我们对猫的认知多了 他很喜欢跳出去 那我们的猫网也要做很多 他喜欢抓东西 我们特意找一些地方给他抓 很有特性是要爬高的时间 我们要很多的楼梯 让他爬上去上面 有些人会不会整个游乐场 让他走来走去 有的 一回去就当作是宠物店 我们曾经有个经验 一个厅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宠物店那样 一个大箱里面 原来里面就养了猫的了 特意整个箱出来的 设计一个装箱 其实不止一个箱 是半间房那么大的 哇 当然这个是生活乐趣 游乐场来的 游乐场 但是很漂亮的 真的都很漂亮 我都觉得人生都很开心 回到第一件事 在厅里看到猫猫 我不看电视 我看猫猫也可以 你见到他玩得开心 但是开心得来又安全的话 其实作为主人都很开心 没错 尤其是有时用材料也要想一下 因为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命题 他们走的时间走得不稳 久而久之 他的平衡力也会差 因为为什么不稳 就是地面太滑 如果你可以和他做到磨擦接触 以及收钱指甲之后 他走上来稳固 例如猫猫也比较漂亮 猫狗也是在滑的地板走得不好的时候 对他的生活也有影响 是的 这个我有经验 因为我的房间 地下是比较滑的 我感觉不到 我见到我的狗是滑的 我人就觉得两个都是一样的 但他去到我的房间 好像很滑 刚才你说的什么剪指甲 令到我要多剪指甲 不要他的脚底有些毛 没错 我见到他走得好像很害怕 很辛苦 很害怕 有时我们特意在设计上 会牺牲的 怎样牺牲呢 有地毯的我们可以落地毯 当然有些人喜欢的 但你要记住 有些时间不需要解释 猫猫狗狗那天心情不好 或者有些不舒服 或任何情况下 你不要怪他 他不能出街外 在地毯上 可能会嘔吼 这些很正常 或者是乎乎 你犧牲的意思 麻烦你想去犽牲地毯 Вا是 貓仔狗仔很自然,我去找些臨的東西,我都不想被你罵 我不想被你罵,我就弄下地毯,大家看不到 是人都是這樣,是貓都是這樣 應該我們沒有理由犧牲貓的,犧牲地毯就搞定 所以有時候你要養一個人,或者要養一個寵物 你都要為牠付出的,你不能當牠奴隸 而且大家的社會的看法都是小朋友,他們就是小朋友 大家可以為小朋友去得很盡 我為了我小朋友,做了全香港第一間樹屋 是嗎?怎樣的? 就是在花園的角落,今天我們才討論,拆了牠 我說沒有了,雖然你現在沒有用 這裡有棵樹的,我們安裝了第一間戶外樹屋 我們叫做Silence Corner,是一個正師幾個的位置 大家不要吵架的時候,你下去坐吧 這個第一個樹屋令到我人生設計原來這麼浪漫 我覺得聽到也很浪漫 爸爸做這個樹屋給兒子,整件事我覺得很sweet 是很開心的,兒子有這個樹屋 這也是一個家庭裏面的,因為我們的節目都是講家庭 應該有很多回憶在樹屋,他自己是小天地 雖然這家沒用,籃球場比樹屋還要重要 他叫我拆掉,多點地方打球 我不要了,這家都在掙扎,大家在掙扎 樹屋你自己進去吧 我被人罰的時候躲起來 始終都是香港第一個樹屋 我真的可以這麼說,當然是正正式式一間很有規模的樹屋 可以進去安全,可以進去坐下來 靜思幾個,或者大家有私人空間的地方 有機會真的要去你家參觀一下 還有我覺得有機會要教授跟他分享多點 關於小朋友家的設計,寵物家設計 還有你讀了那麼多兒童心理學 還有你真的有個兒子那麼疼兒子的一個爸爸 很多東西可以分享 完結之前大家都會想想想 小朋友包括所有寵物 我剛才從理工大學回來,昨天有HKDI 大家最Hot Topic都是講寵物的設計 我們期待看看下次有沒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集到這裡,多謝教主 拜拜 拜拜 對 找我 對 在找你 我會看到 我不想如果 我沒有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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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趣 如果你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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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 才對